近段时间NVIDIA这边老黄不停地绣着刀法 不断推出一款又一款新显卡 然而隔壁苏妈也并没有闲着 虽然在显卡方面赶不着老黄 但仍然可以在CPU方面发力 这波最近又盯上了高端游戏本领域 瑞龙5000H系列移动单处理器有了新的情况 下面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早在今年年初 AMD凭借着瑞龙4000U和4000H系列的出色发挥 给略显推出的轻薄本和游戏本市场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尤其还给轻薄本市场带来了非常积极的影响 但与英特尔不同的是 AMD锐龙这几代都是桌面级的CPU先上 然后才推出移动单产品 那么瑞龙5000系列同样也不例外 得益于Zen3架构的超强表现 瑞龙5000系列移动版想必也不会让我们失望 其实早在11月 瑞龙5000U就得到了曝光 目前来看分为了两部分 一是基于Zen3架构的死战U系列 一共包含了瑞龙75800U、瑞龙55600U和瑞龙55400U三款产品 20G升级版Zen2架构的LuceneU系列 包含了瑞龙75700U、瑞龙55500U和瑞龙35300U三款产品 虽说是马甲版 但在CPU核心线程和频率方面都得到了全面提升 另外据VideoCats爆料 面向于高端笔记本领域的瑞龙5000H系列已经被确认 共计四款型号 它们分别是瑞龙95900HX、瑞龙95900HS、瑞龙75800H以及瑞龙55600H 具体来看 瑞龙95900HX被列为了顶级旗舰 是AMD历史上首款可以超频的移动处理器 将会采用8核心16线程设计 基本频率为3.3GHz 加速频率从上代产品瑞龙94900H的4.4GHz提升到了4.6GHz 同时也将继续集成Vega 8GPU TDP功耗暂时未知 但是预计会在45W左右 接下来是瑞龙95900HS 作为AMD目前唯一一款低功耗版本的CPU 相比于此前的瑞龙94900HS 它的基准和加速频率分别高了100MHz和200MHz 来到了3.1GHz和4.5GHz 同时也采用了8核心16线程设计 缓存为16兆 机程的Vega8GPU TDP功耗仅为35W 然后是瑞龙75800H 可以看到它依旧采用的是8核心16线程设计 基础频率为3.2GHz L3G缓存为16兆 TDP功耗又为45W 相比于瑞龙74800H的基础频率提高了300MHz 缓存容量量也得到了翻倍 最后就是瑞龙55600H了 它采用的是6核心12线程设计 基础频率为3.7Hz 加速频率为4.1GHz 拥有3MHz的L2G缓存 8MHz的L3G缓存 TDP功耗又为45W 相比于瑞龙54600H 加速频率提高了100MHz GPU规模暂时还不详 但有望升级为Vega 7 至于还会不会有瑞龙7 5800HS 瑞龙5 5600HS 目前暂不清楚 考虑到这一代HS系列应用并不多 以及产能的情况 大概率是不会再出新了 除此之外 AMD官方目前已经宣布 将会于美国时间2021年1月2日 由苏妈发表主题演讲 届时会推出全新的Zen3架构的 瑞龙5000U和瑞龙5000H系列处理器 看来按摩店是真的站起来了 至于AMD的口号 大家还要接着喊吗 不如等等英特尔吧 对于全新的AMD移动的按处理器 各位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或者弹幕上留言 如果还想了解更多意见 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给强 我们下期再见